人生都有高低起伏 有的时候我们人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所谓人生不如意的是十之八九 但是如果我们将我们的焦点集中在这八九的不如意 那么人生里面肯定就不会快乐了 假设我们能够把我们的集中点放在一二 就是我们讲的如意的事情上 人生就会活得开心一些了 那么人生一定有一个高潮 也有一个低潮的一个出现 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正常的 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是让我们有机会开始去想象 开始去提升自己 去思考一下到底我们如何能够化解这个危机 化解这个难题 而让我们再一次的获得这个成长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有很多人掉在谷底里面 他们就一整不起 就会觉得说 今天人生遇到了不如意 是人生的不幸 其实人生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是非常非常的正常的 人天生下来就一定会面对挑战 没有经过难题 没有经过困难 没有经过这种挑战 那还算是人生吗 所以在人生的低潮之中 其实也不要过于悲哀 我们必须要积极看待这一切的发生 这一些的不如意 这一些的负面 这一些的坏事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呢 其实是有再一次的 让自己感觉到自己的能力不足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想办法从低潮里面 走向我们另一个高峰 我们都知道 人生到了一个高峰的时候呢 你要到达另外一个更高的高峰 你必须要从这个高峰里面的走下来 然后才能够攀上另外一个 比它更高的高峰 所以如果人生跌了下来之后呢 你也知道 这个是人生的低潮 人生的谷底 那么今天 假设你把它当成是 真的是人生的谷底的话呢 那你还有什么怕呢 都已经掉入谷底了 不会再比这个更惨的事情发生了 所以我们用这一种积极的思维 去思考的话呢 你就开始会想象 有什么方法 能够让我们从低谷里面 再次走向另外一个高峰 所以 人生的高潮 是从低潮开始 就建立起来的 有很多人 在跌入这个低潮的时候呢 他没有去想办法 如何让自己 能够走出这个低潮 能够攀向这个高峰 去前进 反而那个时候呢 却在抱怨 却在批评 却在感叹自己的不幸 很多人 我们常常听到 他们都会有一些口头惨 一旦发生不如意了 他就会说了 早知道我就这么样了 如果是这么样 我就怎么样怎么样了 如果要是我明知道 怎么怎么样了 那这些东西呢 其实我们听多了 其实讲这些话 根本无补于事 倒不如我们今天 静下心来 在整个低潮里面 我们如何走出这个低潮 而攀向这一个 我们讲的 另外人生 另外一个高潮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有很多人 其实本身呢 他并不是 没有具备成功的条件 只不过是 他有其中一个因素 而限制了 他成功的这个步伐 这个因素呢 也就是说 他们经常 没有看到解决方案 没有看到那一丝曙光 到底在哪里 反而他们一直躲在 这个阴暗的房间里头 一直在这个深渊里头 看到的都是一片的黑暗 人不是往这一个失败 而去低头的 反而人是应该 往成功而去抬头的 所以每一个人 假设今天我们本身 遇到了一些 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们要懂得一个 换位思考的方式 尽可能从一些 比较积极的 角度去看待 去看待这件事情 到底还有没有 我们说转弯之处 上天很多时候 为你关上了一道门的时候呢 他可能在旁边 就开了一扇窗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人生 不要过于悲哀 反而 我们要尽可能 开始去思说 为什么今天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呢 为什么今天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我们却无法去招架呢 是不是今天 我们在人生之中 不够努力 还是今天 这个是上天 给我们最大的考验 让我们人生 从此以后 能够看到 不一样的一个世界 也能够 真正从人性里面 了解更多的人事物 这个可能是上天 给予我们的考验 而促使我们成长 最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 我们遇到人生的低潮 千万不要觉得 人生没有了希望 遇到的低潮时候 反而是我们 重新振作 重新出发的一个开始点 我们必须要记得 有的时候呢 不是每一个人 都是一帆风顺 能够在人生里面 达到他想要的一个结果 很多时刻 人生会遇到 长重的障碍 但是这些重重障碍 却造就了一个 坚毅不罢的精神 让我们本身在面对 任何困难的时候呢 能够勇往直前 有一句话说 有遇过失败 或者挫折 而成功的成功者 这一些才叫做 真正的成功者 如果你不曾遇过 任何失败 任何打击 而非常侥幸的成功 你遇到失败了 难道真的能够 叫诈得住吗 所以今天呢 遇到人生的低潮 勇敢的走出自己的未来 让你人生再创高峰 好